现在我们开始学习这一章的第三节 诱中各氧化物的作用 学习这一节内容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与配体中主要氧化物的种类 加以区别和联系 从这张PPT我们可以看出 诱中的主要氧化物要比配体中更加复杂 除了配体当中的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钾纳和钙镁之外 诱中往往还还有氧化钳、氧化痕、氧化背、氧化丝 以及骨灰、瓷粉、乳酌剂、色料和其他一些添加剂等等 现在我们分别加以认识一下 首先是氧化硅 氧化硅不但是陶瓷胚体的主要成分 同时也是诱玻璃层的主体 它的含量也在50%以上 氧化硅的存在能够提高氧的融融温度和粘度 它赋予氧层良好的力学强度 良好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 高的白度和透明度 氧化铝在氧的无规则网络玻璃机制当中 属于网络中间体 它的作用仅次于氧化硅 但是能够提高氧的使容温度和改善氧的高温粘度 在光泽氧当中 氧化铝和氧化硅的分子数之比通常在1比6到1比10之间 而在无光钮当中 氧化铝、氧化硅的摩尔比则在1比3到1比4之间 与胚体中主要的成分 氧化铝相比 钮中氧化铝的百分含量相应较低 氧化钙在胚体当中 作为减涂基础氧化物的代表 起溶剂作用 在用钮当中也起着主要溶剂的作用 我国宋朝的五大名谣 就是典型的以氧化钙作为注容剂的石灰钙 氧化钙的存在可以降低钙的粘度 提高钙的流动性和改善钙的表面光泽度 对于某些色钙能够提高它的附着能力 但是氧化钙在用钙当中的用钙一般不超过18% 过多的钙存在会使得钙吸睛 使得光泽钙变成无光钙 与其他的碱金属氧化物相比 氧化钙能够增加钙的抗折强度和硬度 降低钙的膨胀系数 提高钙的化学稳定性 并且改善与某些胚体的结合性 在配方当中 我们常常以石灰石的形式引入氧化钙 石灰石的密度较小能增强钙的悬浮性 再来认识一下钙中的主要氧化物氧化铁 与氧化钙类似 氧化钙也是一种主要的溶剂 它在高温下的性质与氧化钙有些类似 可以以化石生物氧的形式引入氧化铁 以化石的形式引入的时候 具有乳酌的作用 它的作用与高鹰石类似 以化石的形式引入氧化铁石 具有乳酌作用 特别是以高鹰石同时引入的时候 这种作用更强 再来认识一下氧化钙 散烂的氧化钙也能够起到降低 又的成熟温度的作用 同时也拓宽氧的成熟温度范围 能够改善氧的类学性能 提高氧的光泽度和白度 氧化钙作为一种高温氧的注溶剂 对结晶氧和大红氧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再来认识一下氧中的一些碱金属氧化物 常见的锂、钠、钾都是强的注溶剂 它们能够显著降低氧的融融温度和高温粘度 但同时也会降低氧的化学稳定性和力学强度 氧化锂的注溶作用 要强于氧化钙、强于氧化钙 氧化锂在无氙氧中使用 可以使氧的热膨胀系数显著降低 提高氧的光泽度 改善氧的强度和耐酸性 氧化钙会降低氧的弹性和抗张强度 但一定程度会改善氧的热膨胀系数 但会导致氧的光泽性降低 氧化钙常常以钙常识的形式引入 与氧化钙相比 其溶溶温度范围较宽 高温下的粘度较大 各项性能均优于纳常识 但用量也不宜过大 氧化钙也是氧章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氧化物 它是一种非常强的溶剂 氧化钙在高温下形成硅酸原玻璃 其折射率很高 因此光泽度高 钙的存在可以降低氧的高温粘度 拓宽氧的溶溶温度范围 提高氧的强度光泽性 改善氧的弹性 降低氧的热膨胀系数 同时还可以使其他的颜色氧发色艳力 特别是在低温氧当中 氧化钙大量使用 氧化棚也是一种强的溶剂 它会降低氧的溶溶温度 提高氧玻璃的折射率 改善氧的光泽度 适量加入氧化棚 可以降低氧的热膨胀系数 提高氧的化学稳定性 但是过量容易导致氧各项性能变差 一般添加量不宜超过15%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 氧化棚在1000度以上会强烈挥发 氧化被也是一种助容剂 少量的引入可以提高氧的光泽度和力学强度 能够代替氧化钙和氧化新使用 可以改善和提高氧的弹性 氧化丝作为一种减土金属氧化物 也可以起到助容剂的作用 它具有氧化被的所有的优点 能够改善配氧的食用性 提高氧面的硬度 加宽石灰氧的烧成温度范围等等 此外氧中往往还要添加骨灰 瓷粉乳酌剂以及各种饲料等等 骨灰可以提高氧的光泽度 促进氧料在高温下分向 从而产生某些特殊的效果 提高氧的白度 瓷粉一定量可以取代常时来调节氧料 可以提高氧的溶溶温度 降低氧的高温粘度 减少一些针孔等等缺陷 并且能够一定程度提高氧的白度 常见的乳酌剂 如氧化氧 氧化钛 氧化钢 钢酸 硅酸钢 替化物 磷酸炎 等等一些高价态 高氧离子厂强的化合物 凿色剂也是用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成分 包括常见的着色剂 如蒙 隔 骨 铁 铜 链 链等等的化合物 或者是一些人工合成的原料 讲到这儿 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第四章本节的内容 这是我们课后的复习题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